我覺得這個很不捨 同仁跟同仁之間 每天都相處在一起 那他會發覺到是 是不是我們同仁有一些異狀 那可能就是他的一個 救他最後的一根稻草 我是現在目前是 警察的這個大家長的身份 我也把我的同仁 視警如親 我也把他當作家人來看待 那我覺得這個很不捨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說 有一些同仁是在 可能在處理這個方面 可能不適應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 大概就是有一些是 感情上的問題 也有精神疾病的問題 也有家庭的問題 那有一些適應上的一些問題居多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一個這個警察 他現在面臨的工作是 很多樣化而且很複雜 身心都一定要有這些耐力 才有辦法應付去處理 我們民眾的方方面面的 一些相關需求的工作 同仁跟同仁之間 每天都相處在一起 那他會發覺到是 是不是我們同仁有一些異狀 那可能就是他的一個 救他最後的一根稻草 就是能夠發現這個問題 那我們警察的這個工作 看起來好像比較陽剛性 他會把他的事情埋在他的心裡 那我是覺得要推廣 就是心理的諮商 就是心理的一個保健 我覺得這個申訴不是不會 絕對不會是要了解事實的真相 不會影響到長官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形象 要看事情的這件事情的這個真實度是怎麼樣 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那長官不會因為說因為檢舉就對這個很有標籤 要對這件事情的處理 是不是真的是對的或錯的來做一個判斷 我們警察真的是工作辛苦 除了工作之外 我覺得要讓我們的同仁 還有他有他自己本身的家庭上的生活 或者是他這些休閒的這些的生活 那所以我也特別強調就是代理人的制度 也就是說你工作的時候說可以認真的工作 那你休閒的時候你認真的做休閒 讓這些身心的可以做一個調適 不是只有純粹工作工作又工作 應該是要有手調配 讓我們的同仁生活又有感 我有一個理念就是我要求我們的同仁 對於我們的民眾要有同理心 要視民如親 譬如說民眾有來報案 要把它當作他們家人的這種看待 他們家人發生的事情來看待 我想這樣就可以贏得民眾信任 那同樣的道理 我是現在目前是警察的這個大家長的身份 我也把我的同仁視警如親 我也把它當作家人來看待 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盡量做一個反應 那未來就是一個大家庭 我是現在大家庭廣告的 郭主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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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